新北市汐止区经传随机杂人事件 一名路过了三岁小男童 还被无辜砸得头破血流 由于附近之前曾传书 有民众会故意丢东西往下砸 到底是不是真的恶意伤人 还是单纯意外警方介入 饮料店门口一对夫妻推着娃娃车 在座位区停下 爸爸到柜台前点饮料 妈妈则陪着推车里的儿子 在一旁等候 但没多久 一阵撞急声 伴随小朋友响那样的哭声 妈妈神色慌张 查看小朋友状况 爸爸也连忙上前帮忙安抚 两人还不时抬头张望 但眼看儿子头上冒出鲜血 让妈妈急着大喊 头上有多过有时候会丢东西下来 有时候是丢报纸 然后有时候就是丢那种 玻璃瓶的一种 那个螺丝帽 那很难讲 因为像你看如果有人装饰外机的话 也有可能是人家施工的时候 然后放在床边忘了收 所信小朋友送医后 伤口只有0.5公分 但头上的一大圈纱布 让人看了好心疼 由于事发地点 曾有楼上住户乱丢东西的记录 加上三楼又是工地 夫妻俩委托饮料店长 把现场捡到的螺丝帽 交给大楼管理员 希望能找出凶手 我们社区有这种状况是没有过 没有过 这个是第一点 但是有过的这个状况 这个是商场 楼下商场在怀疑说 以前东西回来回去的 这个是在台风季节时候 我不否认 有这个情形 我才有车上来 我求证一下 人家是什么地方的 社区管委会表示 事发当时三楼工人已经下班 螺丝帽应该是从更高的地方落下 不过到底是自然因素 还是人为警方目前正介入调查当中 记得这里名单里洪宽 西北市报道